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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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Michael他曾经受过三次伤 但是他后来也都成功的回来了 恢复了而且更拿到了冠军的一个头衔 那我们想聊聊他的信仰 因为我们据Michael自己的说法 信仰在他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在他打球的过程中 给他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们想听听Michael就是 这个信仰在这个过程中 对你的帮助到底是怎么样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说其实人的生命里面 你一定会有高点 然后也会有黑暗的时期 会有比较低潮的时期 像他之前被受了三次伤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上场的 那同学们玩篮球也知道 就当你受伤的时候 你看到其他同学就是不断的前进 其实那个心情是很低潮的 但是他说对他而言 他会去想一想 这个低潮的出现 是不是让他训练成一个更强大的人 他会好好的去看 我在低潮时候的状态 那我要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磨练 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 那当然他会有他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你心里会有一些力量 例如你的父母或你的朋友 他们是你的力量 会支持你过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 能近距离看到NBA明星球员超难得 同学们都拿出手机拍照 赶紧记录下这一刻 也把握问答时间 跟小波特交流 你有多少勤努力放下 我已经三岁了 他从三岁就开始打篮球了 然后他每天都会练习两到三次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篮球员 你必须牺牲很多你自己娱乐的时间 或其他你休闲的时间 那这是你刚刚提到的 他为篮球付出都好努力 NBA球员小波特也亲自下场 指导来自安乐高中 名传国中 五轮国中 建德国中的球员 认真又谦卑的态度 让市长相当赞赏 今天看Michael Porter Jr.来到基隆 这也是他第一次的亚洲行 他今年也代表 Denver Nugget拿到了冠军队伍 所以让他来看得很开心 教孩子们 也给他 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训练 跟一个学习 但最主要是他的坚持更不放弃 因为他过去曾经受伤过三次 大家都以为他回不来 但他还是回来努力 然后他也说信仰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也因此能够再恢复 然后打得更好 拿到了冠军界 今年能够拿到NBA Final的冠军 他的这个参与是功不可没 所以很高兴能够邀请他到基隆来 教导这些孩子打更好的篮球 对 而且你刚刚在旁边呢 看到他那种态度跟气质 对 我觉得他很谦和 然后很诚恳 然后现在教孩子也很仔细 那他刚刚也在问说 我要怎么教 就是 他都可以配合 所以我觉得他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 很棒的一个球员 最主要是我觉得他很努力 而且很谦卑 我觉得这个精神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打得很 可能就会很 很 就是这样 可是他不会 可以感觉出来 他是一个很努力 但是很上进很谦虚的年轻人 市长谢果良强调 他会努力让基隆的教育国际化 运动赛事国际化 将持续引进更多好的教育资源来到基隆 让基隆的教育变得更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现场小波特亲自指导基隆的同学如何精进球技 并亲自示范基本功的训练投球与专注度 透过行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宝贵的NBA篮球训练课程 可以增进我们的球技 因为他刚刚教的东西 是不是你们之前比较没有碰过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投篮 然后 对 然后 上篮的模式也没有做过 对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方式 只要训练什么 挂发力还是什么 对 像弹跳跟投篮的精准度 然后第二次弹跳 对 Michael Porter对抗 大家帮同学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们看看同学能不能赢过Porter 有机会 13号同学 13号同学 加油 13号同学 你刚刚比赛球员一起打球的感觉吗 很开心 因为 他难得来台湾嘛 然后 可以跟他一起打球 我觉得很开心 那刚刚是你春到最后 跟爱琴 有没有觉得亮很奇妙 有 你觉得他的球技如何 他的球技很 很棒 然后 他投篮很足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 剩我们 两个在场上 我觉得很紧张 然后最后赢了 看到本人呢 你觉得他本人帅吗 还是怎么样 给你特别的感觉 他本人比我想象的 还要高 好 好 好 所以 你感觉如何 你感觉到来到亚洲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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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 因为他下午还要去看 这个景点 然后他也很期待一些美食 然后他也很开心 可以跟这么多的同学们 一起来做这个训练仪 这是NBA明星球员小波特 首度来到基隆 他用球技展现明星的气质 用类似游戏教学的方式 提升学生的基本功 训练态度相当亲切 现场的欢笑声连连 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篮球的热情 相信将使基隆篮球运动更为茁壮 记者黄仁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日本姐妹市 吴市府会首长 拜会基隆市议长童子伟 双方握手相见欢 基隆市与吴市友好的交流契机 开始在1980年 吴市Green私子会 还有我们中正私子会 缔结为姐妹会 此后历经多年彼此的交流 也有良好的缘分 吴市跟基隆都是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 自古以来都是海军重要的重镇 经历了许多冲突和战争 我们两个城市的人民都深知 和平和解合作的重要 强调未来将加强交流之外 议会特别准备台湾水果 四家莲物和芒果 让来宾品品尝 有没有看见 对 对 对 双方护赠纪念品 朋友远道而来 议会展现代客之道 特别安排参访意识厅行程 决议会休息就翘一下 要休息一会 如果我们今天要散会了 今天下班了 果然不一样 吴市议长在金融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邀请下坐上主席台 体验台湾议事规则 而吴市市长也站在备巡台上 接受议员监督 我们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可以接待我们来自日本的姐妹是好朋友 那我们也希望双方在观光文化教育经济的交流上 可以更深层的接触 那我们吴市跟金融都是天然两岗 那也都有军舰驻扎 然后我们的腹地人口数都非常的接近 吴市的议长跟我说 他们没有敲锤子的这个文化 那我们就介绍我们敲锤子 譬如说敲一下代表休息或决议 敲三下代表散会等等 让他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金融市议会的文化 那我想我们明年也来到吴市看看他们的市议会 也希望我们可以到广岛看看棒球文化 然后大家可以双方的交流可以更增进 而就在前一天 韩国上周市市长江永席 议长安静署等人 专程前来拜会金融市议会 受到议长佟子伟热烈欢迎 金融市议会持续和姐妹式加强交流 迁起城市和城市之间情谊 也进一步让世界看见金融 看见台湾 记者 黄绍铭 借我们报道 谢谢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巢家 一起走在刚铺好的重信街41巷里面 感受路面的平坦和舒适 特别是相较于还没有重铺前路面老旧 破碎凹凸不平的情况 其实路要平勾要通灯要亮行的安全 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 特别是在金融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因此像是七鲁区重信街41巷 已经多年没有跑步过 又是通往热门运动散布地点 金融和提案步道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永平里长黄巢家 合力争取经费下 市政府民政处重新铺设这段巷道 也让长者老人家走起来更舒适安全 在永平永安里 这里几乎都是老旧民宅 那几乎巷弄非常多 那永平永安这里 要到这个我们七祖的这个 这个金融和沿岸步道运动 都一定势必会经过这一条巷弄 所以这边的因为老人很多嘛 那长者非常的多 那秀玉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关心 这是我们长者的一个安全 那我也都会比较重视在小处的部分 我觉得市政府在做事 也要有小处看大处 这是一般的可能不会注意 市政府可能没有再注意到巷弄这个问题 但是我本身非常重视这个巷弄 尤其巷弄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相信每天早上起床 必须要行走的一个路线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巷弄的道路 这个巷弄的一个维护 包括它的这个整品是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我们阳副议长 秀玉姐来帮忙 我们重新来跑出这个巷弄 感觉这样是看起来又整体又美观 让我们里面的这些老年人 走起路来会比较好 不会再坑坑洞洞 我们非常感谢他 谢谢 不仅路面重铺路边的小水沟 同样重新铺设整理过 方便排水顺畅 副议长杨秀玉和里长黄潮嘉受访时 一位谦虚不会讲话 却又非常感谢他们重新铺设这段巷弄路面的阿姨 特地站在他们的身边 用具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车子里面装着一袋袋 已经分装好满满的生活物资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以及里长协助下 按照名册地址逐一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边缘户 同时加赠红包 希望解蓝莓之急 这是在七读马林开设旭腾股份有限公司多年的郭董 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感恩信念 每年都会制证生活物资以及红包 给七读区大约50户的弱势边缘户民众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肯定和支持 我本身来马林这个地方已经有15年了 那基本上在了解跟当地的这个我们艺座 这个长期的在一起 那么也跟这个个礼的里长 那也都有这个来往 那也了解到当地呢有一些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这个是我们做得到 我想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 这个是企业的责任 所以呢在我们艺座的这个引荐之下 然后也在慈祭还有各这个慈善机关呢 的一个引荐之下 那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 谢谢 我们也知道郭董这几年来 进驻了马林地区 也协助了不少低收入及关怀户 尤其在各弱势团 团体机关的提供之下 他都很非常热心的结合地方 这样的企业的一些善心人士的一些物资跟金钱 不定期的来对这些西澳关怀户来实施慰问 非常的敬佩 同时我们也在这边 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人士们 一起来加入 共同来关心社会比较偏僻的角落 收到物资和红包的边缘户 对于郭董以及张耿辉议员的爱心和帮忙 有着满满的感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发布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灰 烟灰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咳咳咳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呃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好 都请买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陈珊 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军车停泛合法齐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 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层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钻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5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制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 安全行 大楼一楼铁门上 贴着门牌号码 但抽筋一看 蓝色门牌斑驳掉漆 好几个字 生锈不见 看得出来地址在哪里吗 地点就在河滨岛附近的民宅 藍底白字铝字门牌 已经使用快30年 因为住家靠海有多雨 加上长年受海风吹袭 日晒雨淋 这里的门牌 早就残破不堪 遇到中文就很麻烦了 会浪费很多时间 你最常为了找那个门牌 有找多久吗 差不多接近半小时 门牌不是只有给邮才先生使用 其实外地人要经过要找号码 要找门牌 更能准确地找到门牌的号码 跟地理位置 门牌的材质 其实也希望说市政府 应该严加的一个来挑选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比较耐用的一个材质 来做一个门牌设立的一个依据 我相信对于门牌常久使用来讲的话 会有更加好的一个效益 因应物价波动 市政府日前公告 要修正门牌制制条例 将每面门牌规费 从50元涨到60元到70元 全面太旧换新 多达20万面的门牌号码 成本至少要花上2000多万元 不过接下来怎么做 还会再研议 我们要来修订 从门牌制制条例 来编定门牌收取的规费 刚刚讲的出花 换花 补花 我们依照现行各县市 这个规费来做办理 另外我们云政处也要积极 透过市长听取的名义 能够全市性的 能够做换发的动作 但这个全市性换发需要的费用 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能够在做妥善规划 分区来办理所谓门牌换发的 这样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行销 基隆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方式 假设和平岛 它可能就可以以一个和平桥 或者是一个和平岛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概念 来作为的设计的一个初衷 那就可以大大提升 所谓的和平岛的在一个区域的一个特色 让不管是本国的游客 或是第一游客来的时候 甚至他觉得看了我们的门牌 都会觉得非常的一个开心跟新奇 住家门牌谋物不清 让外送员和邮差相当困扰 而未来更换门牌可能要涨价了 市府强调还没有定案 这项修正案 最后经过事务会议通过后 还要再送市议会被查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来自全台多达50位 学友专精的产官学界代表齐聚一堂 参与中家集团举办的中家学院 第一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针对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 特别是目前引发热论的 生成式AI兴起 颠覆传统媒体的发展 进行专业的对话 也是创媒体之先 针对新媒体的未来进行探讨 今天这么一个新媒体的高峰论坛 应该会有各种不同的学者 官方或者是业者的身上 会产生更多的对话出来 这个论坛恐怕是近年来有关这个议题 最盛大的一次了 我事实上很高兴看到 就是几乎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非常有研究 而且就是说有想法有做法的人 都能够聚集在这里 来讨论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媒体环境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场合来参加 来共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资讯容易产制的时代 生成式AI让内容和影音的产制更加容易 不过也带来许多未曾出现的伦理问题 中家集团一共要用两天的时间 举办两场口头论文发表与异常论坛 透过讨论深入探讨每一项传播科技 发明带来的挑战与因应对策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是资讯的生产者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到 一个资讯生产者该有的责任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是蛮期待 我想不管是中家 或者是我们有更多的媒体 都可以一起加入去改善媒体素养的环境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聚焦于 AI还有AIGC 也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慧 它对于影音产制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一些挑战 那当然包含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 我们除了用在一些教学跟教案之外 其实也一直都在留心 学生他的作业到底是自己的原创 还是都透过AIGC来产制 那这当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 适当的结合方式 然后让他仍然能够以人为主体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难得的是不只是学界彼此交流 这一次更透过业界的参与 还有官方的加入 三方交流彼此碰撞 期待能够借此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就是学界跟业界应该有多一些交流 虽然很多的思考方向 或是未来的想象不太一样 但是交流会让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 然后也可以彼此学习 感觉上这一次的讨论面向会很多元 而且应该也会蛮深入 也都是很专家级的讨论这样 所以会很期待说今天在这边 可以学到很多 也会希望说也对我们就是系统业者 未来朝向AI的应用这方面 应该也可以有一些启发这样子 那所以这一次的论坛 我个人也带了很大的期待 希望能够在论坛当中学到很多 产观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见解 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 中加集团也面临挑战 同时为了善尽社会责任 更率先发起针对媒体演变的高峰论坛 帮忙找出当代数位公民的 必备媒体试图能力 AI不但是一个科技 然后它也会造成使用方式改变 一定以后会对我们怎么吸收讯息 怎么分享讯息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听听这些学者们 在学校里面他们怎么面临这些挑战 然后我们做业界的体会 那我们中加也在致力 譬如说我们在smart home 我们提供资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工具 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资讯安全 能够配合得好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论坛讨论 也让不少到场的教授都感到相当兴奋 让彼此都有学习讨论的空间 我想中加这次很难得办的这次论坛 应该也是就是说在推广媒体试图上面 聚集了这么多业界的跟学界的一些人士 那我想也很感谢中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有这样一个交流 最难得的一点是在台湾各大学 讲授媒体素养 然后探索AI科技的一些老师都齐聚一堂 那我们平常是非常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 AI的时代所有的讯息都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那今天中加就为了这个AI的还有新闻 以及现在的所有的资讯素养 办了一个新时代的高峰论坛 相信是非常有收获 而且有非常好的交流 中加加油 中加集团期盼以媒体的力量整合各方资源 抛砖引玉将媒体素养的精神向下扎根 实践媒体集团的社会责任 建构一个健全的媒体素养环境 为民主政治与公民素养立下根基 记者综合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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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胃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既落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教活动官网